大家好,杨风 今天的内容再次回到经济与金融议题 首先,美国科技股于7月17号星期三大幅下跌 七大科技股单日蒸发了5800亿美元 高盛投资银行因此说 美股只于下跌一条路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此外,7月16号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的看法 他非常担心美国当前的赤字问题 哎,美国的赤字问题不归他管吧 那不是财政部长言论的事吗? 鲍威尔怎么越主带跑了呢? 这其中,隐藏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美国内部 也潜藏了巨大的金融危机 为全球带来不可知的风险 美国七大科技股是 很可能是美国出现经济衰退 或是金融风险的时机 理由是 美国可能压不住了 压不住经济衰退或滞涨 当经济危机扩大 还可能是一场金融风暴 不可不当心 先说一说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担忧 还记得今年1月5日 美国财长耶伦对外宣称 美国已经成功达成经济软着陆 控制住通货膨胀了 并且 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形 耶伦还因此给鲍威尔 戴上一顶高帽子 他补充说 这是过去几十年 美国面临通货膨胀的时候 都未能够达成的成绩 耶伦的目的 是要让鲍威尔美联储主席 开始降息 好挽救美国国债 销售不振的问题 对于耶伦这番说法 鲍威尔可没有买账 几天后 鲍威尔回应说 美国经济还没有成功软着陆 通过膨胀仍然顽强 其实 耶伦在2021年6月的时候 也曾经干预过美联储的运作 他当时说 美国的通货膨胀 并不是暂时的现象 有关这一点 美联储需要有所作为 瞧 耶伦那时候 迅速的把责任丢给了美联储 当然 从好的层面来看 耶伦是善意提醒美联储 毕竟 他也曾经是美联储主席 他是鲍威尔的前任 这一次 反而是鲍威尔主动把手伸得很长 干涉了美国财政部长的运作 鲍威尔说 他非常担心 美国当前的赤字问题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表示 美国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 一个头是美国本身 但却有美元和美债的双重问题 美元和美债这两个头 同时头疼 美国已经无法同时顾及美元和美债这两大问题 顾不了了 美联储加息 从2022年3月开始快速加息 并且缩表 再利用额无冲突 这是之前说的三重魔力 美联储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最为快速的加息循环 打开了美元潮汐 寄出了金融收割的悉心大法 刚开始的时候 具备了三重魔力的悉心大法 曾记匪兰 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就吸引了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进入美国 主要还是从欧洲流出的资金 参考美联储的隔夜密回购金额 2022年5月 总金额市突破了2万亿美元 到了9月的时候 达到2.4万亿美元 然而 美联储的风光只是表面上的 悉心大法施展了两年多 没有一个规模稍大的经济体跑下 2022年 只有斯里兰卡政府宣布破产 埃及货币汇率于今年3月 一夕暴跌40% 美联储这一次的加息循环 可以说是雷声超大 但是雨点小 只有毛毛细雨 而且断断续续之后 还停了下来 话虽如此 美国财长耶伦那边也不好受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美国国债拍卖一直遇到问题 销售状况不佳 这就让耶伦伤透了脑筋 于是 才有了1月5日 耶伦那一番的 赶压至上架的说法 但毕竟 鲍威尔和耶伦是同僚 遇到危机 还是可以携手合作的 怎么合作呢? 当然是 适者挑软的吃 于是 两人就把脑筋动到了日本身上 还记得之前说 每一回 美联储施展西津大法的时候 都不会放过日本 因此 我们不急着谈日本 当美国这一套西津大法施展薄力的时候 就轮到日本倒霉了 今年初 日元汇率再度下跌 期间 日本央行出手干预 但立即遭受耶伦的斥责 警告 可怜的日本 被耶伦警告之后 立即收手 美联储的西津大法 收拾不了中国 难道还动不了你日本吗? 当西津大法施展薄顺的时候 自然要拿日本开刀 收拾日本 是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 一次成功的合作 主要原因是 收拾日本不难 不就是弹指之间的力量吗? 然而 日本经济体量不够大 同时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美国这次捅的楼子太大了 负债太高了 况且 美国的信用在拜登任内 极尽挥霍 损耗了不少 于是 美联储和财政部的矛盾又出现了 这次是鲍威尔主动攻击 他说 非常担心美国当前的赤政问题 实在是 美联储撑不下去了 鲍威尔 这次指责耶伦 指责拜登政府 花钱太凶 挥霍过度 害得他无计可施 怎么说呢? 一 美联储已经寄出了三种魔力的悉心大法 但还是徒劳无功 现在 弱得要 上不上 要下不能下的地步 想要借口加息 让悉心大法发挥更大的威力 但是 却也担心 美国国内企业受不了 银行撑不住 再度出现 2023年3月 死后的银行连续爆雷事件 二 当美联储在苦苦支撑的时候 美国财政部还在那边 继续的汇霍 大幅发债借贷 搞得美联储这边 难以支撑 难以维持美元债高档 图上的美元指数 从202年10月的115 降下来之后 一年半的时间 都徘徊在105上下的区间 再也升不上去 由此可见 美联储的加息威力 依然减弱 只是暂时的强撑下去 在本期内容推出的时候 美国国家债务达到了 34.94万亿美元 年底的时候 大概可以见到 或是接近36万亿美元 这么高的债务拖累了 美元也扯了美联储的后腿 海外买家 对美国国债的兴趣缺缺 过去 借由美债的销售 让海外资金流入美国的渠道 因此受阻 美联储这两年 辛辛苦苦地施展出细心大法 拽进了大量的美元 但由于美债法人问津 如何保住这些流入的资金 成了头疼的问题 也因此 难以再吸引海外资金流入美国 吸引不了更多的海外资金的流入 美联储的吸金大法 等于是空赚 空赚也就罢了 问题是 维持高利率 是要付出高额成本的 5.5%的联邦基准利率 应用到房贷上面 就是8%到8.5%的利率 应用到企业借贷 也是8.5%左右的利率 美国高额借贷 还有信用卡 学生贷款 汽车贷款等 美国一个1%的贷款利率 会扩及到社会各个层面 从房贷到消费 再到企业融资都成了问题 所以啦 耶伦年初的时候 给鲍威尔戴高帽子 鲍威尔不稀罕 非但不稀罕 鲍威尔还觉得 这是给他挖的坑 是个陷阱 鲍威尔若是真的答应了耶伦降息 那他可惨了 那表示 美联储也就是美国这一轮 加息潮 前功尽弃 失败了 几十年来 美国每一次的美元潮汐循环 都是成功的 如果这一次在三重魔力之下 仍然失败 包围的面子何在呀 美联储的位移何在呀 不仅仅如此 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金融霸权 也会损及美元的世界货币 地位 当美元潮汐 不再产生作用 美国还能够像以前那般 随意地对他国金融制裁吗?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 当世界各国对美元的潮汐 免疫 那就意味了 美元流动性不再是令各国恐慌的问题 列国都会找得到方法 免除美元潮汐的威胁 当美元潮汐 对列国不再是一个威胁 或是威胁大幅降低 列国自然也不需要 储备过多的美元 以应应美元流动性的问题 这就从美元潮汐的问题 一直延伸到美元流动性 再到美元储备 也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所以,鲍威尔不能够失败 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个人毁育的问题 而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问题 能够想象 当美元失去世界货币地位 当足够的美元储备 不再是必要 美国还能够称得上是世界金融霸权吗? 美国如果失去了金融霸权 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还能够保得住吗? 还有更糟糕的 这还会严重影响 散居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财富 犹太族群能够答应吗? 所以,鲍威尔一定要保住美元 再看看一轮那边 美国财政部卖不动美债的时候 美债就得由国内来承担 来购买 但美国国内承接的力道有限 而美国要花的钱只会更多 要发的债也会更多 当海外失去兴趣 国内承接的力道又有限 怎么办呢? 只好由美联储来接受 这不是乱搞吗? 美联储还在想着缩表 还在进行缩表的时候 如果因为美债卖不动了 就得要停下缩表 重新量化宽收 重新搞大放水 如果是如此 通货膨胀又会再度来临 卷土重来 美联储又得要转向 采取缩表 或是再度提高利率 不这么做 经济滞涨就会来到 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习题 也就是说 美元和美债无法同时兼顾 但难题是 一 美国财政部需要美联储降息 挽救美债 降低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 二 然而 美联储一旦降息 就要面临两年多来的加息措施 前功进气 美元潮汐 以失败收场 然后 美元加速失去世界货币地位 三 如果美联储不得不顾及美债 这会重新走入之前的通过膨胀的循环 美联储如果再度提高利率 美债一样得死 美国经济一样会窒息 这又是死路一条 四 如果美联储不顾美债 美债卖不出去 美国财政将崩溃 经济一样垮掉 美债在美元流动性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如果美债垮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一样会倒下 怎么办呢? 两半 此题无解 我们做一个结论 推演到这里 我们做另外一种结论 第一 美国无法对美元和美债同时兼顾 哪以同时救援 第二 因此不需要着急 美元和美债的问题迟早要报 只是谁先报 谁后报的问题 当然 对鲍威尔和耶伦来说 最好是对方的领域先报 自己就有理由 是被对方拖累了拖垮的缘故 这就是鲍威尔为什么会说 他非常担心美国当前的赤字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耶伦于1月5号那番霸王硬上工的公开宣称 美国经济已经软着陆了 第三 换句话说 有些事情不需要急着去跟美国针锋相对 急什么呢? 只要撑到美元或美债暴力的时候 当然 时间可能不会这么快 不过这几日包围紧张了 美国股市也开始疲软了 很有可能是 美联储顶不受压力 开始先行降息 这就意味了 美元悉心大法失败收场 美元逐渐适为 慢慢失去世界货币地位 然后 中国成功崛起 还是那句话 往后一年是值得观察的事情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视频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周末愉快